桃園有民眾收到八德區舉辦的春季大典通知單 但是看了之後很傻眼 因為上頭居然是寫著莉菱祝壽 民眾就質疑了明明是清明節 怎麼會祝人生日快樂 對此八德區公所坦承有疏失 說本來是要寫助導 但搞了烏龍寫成了祝壽 那麼對此國文老師也說了 其實這一字之差是天差地遠 桃園八德區這張春季大典通知單 民眾怎麼看覺得怎麼奇怪 演難關民眾冒出黑人問號 清明節怎麼祝人生日快樂 原來今年春季大典 恢復聖經祈福祭典儀式 去公所要寫莉菱祝壽 卻眼花寫成了莉菱祝壽 道壽傻傻分不清楚 國文老師看了也是搖搖頭 祝壽本身他有賀壽的一種含義在 個人認為可能是祝壽會比較恰當 國文老師解釋差一個字意思可是填茶地遠 因為祝島是指祝告神靈祈福保平安 通常用在祭祀活動上 而祝壽則是慶祝生日 可以用在活人生辰當日與往生者名單 有民眾一個轉念重新註解覺得沒關係 不過區公所也在網站上致歉 坦誠是時間緊迫才會不小心打錯 但國文老師也建議下次可以用祝旗 代表祝福祈福使用方便廣也不容易和其他字搞混 避免以後莊嚴的祭祀典禮上再鬧出笑話 記者謝小林央前桃園採訪報導 謝謝